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乔首伯全新的HX系列上热器 HX6250 你可以看到这个包装非常的庞大 是不是 哇真的是很华丽很庞大 来咱们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也是非常期待这款上热器的表现 这里是说明书 我们先把它放一边 这个是配件盒 接下来是风扇 很厚的泡沫 纯黑风格 你们可以看到这款上热器非常的庞大 很厚 这款上热器是溜热管的设计 镜面底座 纯黑的风格 会倒 这上面的logo和光影的logo是一样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 接下来是风扇 这个风扇是全新设计的 7个三一片 14厘米之近 非常的大 这款风扇的撞送700到1800转 风量的话是34到90 然后风压的话是0.46到2.74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配件包制作的相当的用性 给你们看一下 OK 这个是背板 金属背板 以前乔斯波的散热器都是塑料背板的 这次终于改为金属的了 然后这个是MD用的 OK 硅脂 纳米尼钛倒了高 还有延长线 好像是剪罩线 还有一个螺丝 刀 这是扣具 把风扇扣到这个散热器上面的 合格阵 OK 螺丝 接下来这个塑料原柱呢 是套在这个上面的 OK 还有一些螺丝 这个呢 是放在这上面的 螺丝 OK 没了 还有就是说呢 这上面的盖子是可以打开的 打开你可以看到溜热管 好 那么呢 这款散热器它的工艺呢 是石墨烯静电喷涂 整个表面都喷上了石墨烯 非常的高端 大气散热器 你能看到这款散热器呢 它是不打内存的 离内存还有一段的距离 这边呢 最左边这里是为了防止碰到这个散热器了 这个IO单板的散热片 这么吵是因为我那只猫 它在玩了个炸带 喵喵 它装了床底下去了 啊 又过来了 又过来了 它很皮 还没一岁 这个散热器是真的很大 14厘米直径 溜热管 不打内存 14厘米相比12厘米那个优势在于风量更大了 我待会再思考这两个海盗船该装在哪里 完全不打内存 喵喵 安静点 乖 我这一颗处理器呢 是库尔I7 11700K 关闭 AVX512F 也关闭了功耗限制 现在室温大概26度 待机状态下呢 CPU核心最高29度 接下来这个是当考FPU 在10分钟的时候截的图啊 CPU功耗190瓦 核心最高83度 以上都是CPU满转速1800转的时候跑的测试 接下来我把CPU风扇的转速降低到1500转 核心最高呢86度 这个风扇1300转的时候还是挺安静的 1500转呢 也不会很吵 1800转的时候呢 噪音倒是挺大的 好的 以上呢 就是HX6250这款新品的开箱检测的视频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赞 加个订阅哦 也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 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好的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